歡迎收看財運橫通節目 昨天呢 我看新聞 那看到了我們的毛院長 還有一些我們的企業大佬 都在討論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薪資的問題 是否要加薪的問題 那雙方的說法是 如果我增加 你要不要增加 如果我不增加的話 那你是不是就不跟進 那這個時候讓我想到 我想我們台灣一個經濟社會 是靠著很多的勞工朋友 一起來打拼來創造的 才會有今天的這樣子的一個局面 那有時候我會想 今天跟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如果說你的薪資還是一樣 我現在講這句話 沒有偏向哪一方 只是我的一個有感而發的一個想法而已 因為我也是 如果說薪資 二十年前到今天 都是一樣 正負百分之十 現在的房價早在六七年前 就已經飆漲了兩倍到四倍不等了 如果那個時候沒有買房子 買不起房子 現在呢就更買不起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不免就為薪水而生活的勞工朋友 如果說今天你投入了股市 你投入了股市 我希望你的資金能夠有效的運用 什麼叫有效的運用呢 不是拿出來賭博 全部壓下去 不是 你要把你的可用資金給拿出來投資 什麼叫可用資金呢 第一個 不影響你的生計 第二個 不影響你的情緒 也就是說你不會吃不下飯 睡不著覺 或者是說你把你要生活的資金拿來周轉 這些都不行 這些都不叫可用資金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用的是可用資金 我希望你好好的看這個節目 好好的看我吳老師 怎麼帶你來做股市裡面 應該要賺到的這個獲利 我們先來看一下 每股到窮又大跌了 又大跌了 這支跌得比前天還要高 這支跌了三百多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你看到的這個圖卡 是每股到窮的 這個時候它最高點是 18,288點 18,288也蠻好記的 數字也蠻吉祥的 但是不曉得這種數字這麼吉祥 居然到今天 3月10號 每股到窮呢 下跌了 332點 整體下跌了多少 626點 所以也就是說 18,288點 到3月10號已經跌了626點了 如果說今天投資朋友 你有看每股到窮的習慣 你會不會就此卻場 而不敢做執行買賣的動作呢 這一點我們待會再來好好的討論 第二個呢 這個是我們台股加權 台股的加權 在2月25號的時候 最高來到9699點 那今天3月11號 最低跌到9472點 9472點 整體呢 一共跌了227點 所以投資朋友 如果說今天你要考慮的是 股市的操作有沒有賺錢 對於盤市 對於選股 對於操作 所得到的盈虧 有沒有那麼正確 其實財運動這個節目 我在這個地方 從上個禮拜到今天 所表現出來的每一檔股票 你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今天呢 我再幫你複習 你會看得更清楚 好 那台股加權 在這個地方 9472 一共整體跌了227點 請問 你看了美股稻窮 在配合台股加權的時候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 選股的想法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 這個資料呢 是一條龍 獲利操作的第二份 第二份 好 這三檔都是上個禮拜 打開給各位看的 第一個 旺九 6233 這邊的建議股價 我到底是怎麼建議的 操作說明 到底是怎麼操作的 一檔股票 不管是短線 不管是波段 你都要抓得住 如果你抓不住 你只會做波段 靠期望時間的變化 來讓你的財富增加的話 這個是很偶然的 非常偶然的 你只有靠你食物 什麼食物呢 你對於股性 對於磐式的了解度 我們來看一下 旺九這個地方 我是怎麼建議你的 我先把它打開 然後順便呢 我把它給畫一下 雖然這個已經是過去式了 已經是過去式了 但是我還是把它畫一下 好 這邊是我的建議股價 我的建議議股價 這邊是買進時機 買進時機 買進時機我怎麼寫呢 站上五日線 我們來看一下 6233這檔個股 好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地方 請問 它有沒有站上五日線 有站上五日線 這個地方 它有站上五日線 那這個時候 它的股價 大概是多少呢 就是我上面 建議的股價 那操作說明 我怎麼建議你賣出的呢 盤中 盤中留上影線 就把它出場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盤中有沒有留上影線 什麼時候呢 3月6號 如果我沒有記錯 3月6號是上個禮拜五 這個時候盤中 就留上影線 尾盤上影線 留得更大 我們來把這個十字線取消 讓你看得更清楚 對不對 好 如果說 這樣子的一個短線 你都可以抓得準 你怎麼會賠錢呢 怎麼會呢 不可能啊 除非你跟他凹單 那我們就另當而論 那他後面會不會再漲上去 那是後面的事 但是最主要是 我現在應該要怎麼做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投資朋友 我送給你的這份資料 一條龍獲利操作 上面所有的字 數字 都是經過 我不斷的去做一個測試動作 對他股性的了解 對他的價格 跟籌碼量的了解 而去敘述出來的 所以這份資料 對於你來講 對於投資朋友來講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檔個股呢 從我建議股價 到你操作中 你賣出的時候 至少也有百分之十的利潤 而且時間 只有兩個到三個交易日而已 我們再來看 原相已經看很多了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我建議股價在哪裡 如果這份資料呢 你手上有 你可以跟著我一起來對 我上面每一個順序 每一個字都跟你一模一樣 否則我負法律責任 好 這個是我建議的買進時機 所以這個地方呢 有我建議的 好 那我的操作說明呢 我是怎麼說的呢 操作說明 我寫的 跟各位說 如果你對這檔個股有興趣 來電登記 適時出場 說到這裡呢 我不禁要為我做的好事 對我自己加以讚賞一下下 因為呢 在那個時候 你來電登記的時候 出場的時候 我也打電話跟你講了 這個時候呢 你應該就要把它出掉 那其中有一個投資朋友問我說 老師不出可不可以 我跟他說 如果不出我現在打電話給你 你會不會覺得 我是多此一舉呢 那如果說你都已經打定 你不出了 那你何必打電話來登記呢 這是一個 我們彼此會浪費的一個時間 第二個 你也會影響我的專業 第三個 如果我跟你說可以 昨天跌停辦 你會不會打電話來罵我 可能會喔 還好 我有跟你講 你一定要聽我的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在這個地方呢 因為 我有跟陶組朋友講 原來像這檔個股 它未來的趨勢 我個人認為呢 它會像去年 也就是我前兩天 介紹的那檔個股一樣 有這樣的一個可能性發生 所以我希望呢 我們能夠可以保持聯繫 那一有狀況的時候 我可以通知你 這樣子呢 在盤中的即時 你會獲利到更大的一個利潤 好 第三個 這個我待會再來講 昨天呢 我跟投資朋友講 我有很多資料 但是呢 我來不及講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把原像的走勢 把它剖析一遍 給各位看 那所以說 昨天的時間 佔用了 在介紹原像的走勢剖析 佔用了一整個節目 今天呢 各位看一下 這檔個股 這檔個股呢 然後迅捷 6243 無線充電 投資朋友 相信你還記得這張吧 一條龍獲利操作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介紹什麼 我介紹現在呢 無線充電的規格 它在否穿戴配置 那這些呢 123 是屬於無線充電 它的一些相關的基本面 基本面 基本廠商 那什麼是專攻持共振技術 什麼是支援持感應技術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也跟投資朋友講 尤其是第三個 尤其是第三個 所以說 我們鏡頭可以拉近一點 第三個我怎麼寫呢 我說 所以現在就要開始追蹤 Intel概念股 Intel的概念股 因為 在那個時候 我有跟投資朋友講 Intel它跟誰 做了一些 意向的合作 合作書 那 Intel的概念股呢 在之前 我有跟投資朋友講 兩檔股票 都在我這個資料裡面 其中 待會各位就可以看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 訊潔是做無線充電的 無線充電的 那我的建議股價跟買進式機 我是怎麼介紹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 我也先把它劃掉 有關於數字方面 我都先把它做一個劃掉的動作 好 買進式機 往下看 看到了嗎 站上五日線 站上五日線 好 投資朋友 均線有很多條 但是哪一條的均線是最重要的 這個你一定要知道 這個你一定要知道 因為 一定有分強與弱 那為什麼呢 我上面要寫 站上五日線 你好好的想 在節目中 我就不要說那麼多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6243 它的狀況 好 當初的介紹是在這邊 是在這邊 我把游標移到這邊來 移到今天的狀況 今天是3月11號 它是漲停板的 漲停板 昨天也是漲停板的 好 投資朋友 站上五日線 這個地方 站上五日線 它的股價是多少 好 你手上有 你手上有 它 有我建議的股價 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看 到今天為止 迅捷賺了多少錢 我不是說它公司賺了多少錢 我是說 你買了它 到今天 你賺了多少錢 好 前面呢 好 這是昨天 無線充電 6243 的迅捷 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建議各位的 站上攻擊線 站上攻擊線 在這個地方 好 昨天漲停板 26.25元 好 這是昨天 它的 一路鎖到底 好 無線充電 發飆 一路鎖死 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也不過這9點多的時候 就一路鎖死 那今天的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今天 連兩天的漲停 6243 迅捷 無線充電 是不是 我跟各位講的這個一樣 一樣吧 好 在這個資料裡面 在這份資料裡面 一條龍獲利操作第二份 這份資料裡面 一共有6檔股票 這6檔股票呢 我分別的 Intel概念股 無線充電 穿戴配置 都在裡面 但是 卻是最強的喔 卻是最強的 那到底 Intel概念股 還有哪一些 還有哪一些 我們先進廣告 待會廣告號 我再跟你講 下一個Intel概念股 它是誰 我們先進廣告 機箱和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 就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人有命格 股有骨格 跟隨吳老師 一條龍 投資獲利心法 讓您看懂 股票的命格 瞭解 振大錢的選機 大聲對家人說出 股票獲利的喜悅 您一定要來親身體驗 吳老師的 一條龍 投資獲利 數波 零二6630 3237 6630 3237 人 有命格 股 有骨格 跟隨吳老師 一條龍 投資獲利心法 讓您看懂 股票的命格 了解 振大錢的選機 大聲 對家人說出 股票獲利的喜悅 您一定要來親身體驗 吳老師的 一條龍 投資獲利 四波 零二6630 3237 6630 3237 黃金雙幾日 五站到達安 精品飯店宅 PGW國際建築團隊 台北時尚 一致三房 2948 6777 人有命格 股有骨格 跟隨吳老師 一條龍 投資獲利心法 讓您看懂 股票的命格 瞭解 振大錢的選機 大聲 對家人說出 股票獲利的喜悅 您一定要來親身體驗 吳老師的 一條龍 投資獲利 四波 零二6630 3237 6630 3237 秦先生 不好意思啊 暫停一下 你剛才不是才去過 阿桑不知道有人介紹 他甚至有出的粉 是水 那就那個啊 古希是對阿龍介紹的啊 大哥 來路不明的煙 很多是走私的 運送過程中 可能浸泡到海水 品質會變差 沒有檢驗的煙 加油泥骨丁 都很有可能超量 而且還逃漏煙酒稅 以及健康福利捐 3.1 豬健康福利捐 不具保持烈焉 歡迎再度回到現場 同志朋友 上節目這一段日子來 差不多六七個交易日 我相信呢 你對我也有點熟悉了 那在這邊呢 我也覺得各位也蠻親切的 一直看我的節目 但是我希望你看我的節目的時候 要用賺錢這兩個字來看我的節目 要用賺錢這兩個字來看我的節目 這樣子呢 我的資料 還有我在節目中介紹的股票 你才會覺得你的收穫是最大的 那基本面跟技術面 我不是不看它 我會看 但是投資朋友 你要了解的是 技術面跟基本面 它只是一個協助性 它的股價能夠這樣子作業 它能夠現在這樣子彪悍 完全都是基本面跟技術面 不是喔 不是喔 最大的原因是來自於什麼 趨勢這兩個字 它是不是當下的 這樣的一個趨勢主流 最大的原因是 不然請問 我送給各位的時候 我前面 我前一天還跟各位講 還跟各位講說 我要介紹無線充電 有關於穿戴配置 所以有穿戴配置 也有關於無線充電裡面的相關產業喔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我介紹完 隔天 我就送給各位這份資料 那他們就開始漲 開始漲 開次漲 請問 是不是 對的時機 你去買對的股票 你就可以賺到對的獲利 我們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俊傑這檔個股在買進時機裡面 我上面寫的是站上五日線 那操作說明我是怎麼建議呢 我是怎麼建議做一個出場動作的呢 很簡單 跌破五日線 跌破五日線 跌破五日線的時候 所以投資朋友 你可能會想說 老師你那份資料好像真的在操作的時候很有用 對 很有用 那是不是每一檔股票都是這樣子操作呢 當然不是啊 怎麼可能會是這樣子呢 所以說你要去了解的是 在你對於這個產業的了解 還有這個作手了解的時候 還有對於價跟量 在這個地方所發生的規劃行為 你能不能夠大膽的揣測 他現在的這個規劃行為跟上一次的規劃行為 他們的差異性在哪裡 如果你可以做到這樣子的一個判斷分析 你才可以在買進的時機跟操作說明 這麼精準的去作業 這樣子你才能夠達到在股市中的獲利 如果你沒有辦法這樣子做 很簡單 跟著我做就可以了 好 這個是訊息 好 我們再回到萬國這個地方來 我們來看一下 上次的萬國呢 我有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什麼介紹呢 第一個 它是intel概念股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萬國是intel概念股 為什麼呢 沒有為什麼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 那吳老師你為什麼知道 我不知道啊 我就是知道 所以這就是我們之間的最大差別 最大的差別 好 那我也跟投資朋友講 3月6號的時候 這個時候 它來到20.3元 波段新高 波段新高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也跟投資朋友講 我會員有 我也進場 我有進場 我有帶會員做 我有帶會員做 但是現在呢 我沒有萬國 為什麼呢 因為我換到哪裡去 換到這邊來了 換到這裡來了 好 換到這檔個股來 好 所以現在呢 我們的會員 是這檔股票 那為什麼我要換呢 很簡單 因為三天前 萬國在盤整 那我們在股市呢 要求的是 抓住司機去賺錢 而不是 守住股票去等待 這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操作行為 跟操作觀念 好 你們再慢慢聽我說 好 那這檔個股呢 我是怎麼介紹的 我曾經跟投資朋友講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上個禮拜喔 不是這個禮拜喔 我說如果說 今天 你看到萬國 它這樣的一個 橫盤整理 一個橫盤整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又跟你講說 它是intel 概念股的時候 請問 你敢不敢去買它 我相信 你很多投資朋友 不敢買 那這份資料 也是我去 它的官網上印出來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萬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在2012年 被intel選為 Thunderbar產品的 技術開發夥伴 所以呢 投資朋友 相信這個資訊 你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如果說 我跟你講的 intel概念股 我跟你講的 無線充電 好 萬國是做USB 現在的上市貴公司 USB 目前股價獲率最大 幅度最大的 就是萬國 就是萬國 這也就是我之前 跟投資朋友講的 我們要怎麼選股 第一個 你要確認 當下大盤環境 第二個 選出產業 與大盤的搭配 第三個 選出 該產業的強勢股票 請問 我送給你的這些資料 第一個 有沒有符合大盤的盤勢 第二個 有沒有搭配大盤的狀況 第三個 它是不是這個產業 最強勢的 絕對是 我送出去的 絕對是 所以投資朋友 一條龍獲利操作 時間來不及 我也沒有辦法 現在跟你講得很清楚 但是以後的節目 我會不斷的 一點一滴 一點一滴告訴你 讓你去知道說 到底我要怎麼去操作 我的資金才會變大 我怎麼去把 以前虧損的錢 在一條龍獲利操作的狀況之下 我去把它給賺回來 從9699點到現在 我相信你可能有一些股票 被套牢了 被套牢了 或者是小漲 小銀而已 你也很想換股 但是就是不知道說 我要換到哪裡去 對不對 沒有關係 鎖定我的節目 看我怎麼去操作 這些股票 不管它的短線 不管是像原相的波段 或者是萬國的波段 只要你能夠抓住 我跟你講的 一條龍獲利操作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相信呢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抓得更好 那如果說 今天你看 你拿了我的資料 你覺得你不曉得該怎麼做 但是你會發現 這份資料 吳老師的一條龍獲利操作方式 真的是很精準 該什麼時間買就買 該什麼時間賣 兩天三天的也會獲利 一個禮拜的也會獲利 如果是這樣子 請你放心的把你交給我 也把你手上的股票交給我 我會先把你的股票做一個適當的篩檢 該留下的就留下 不該留下 不是現在的趨勢主流 就趕快換檔 把你的資金 重新再轉入到強勢的表股那邊去 我相信這樣的利潤才是最大的 投資朋友賺錢是靠趨勢 所以記住一句話 趨勢是你的財富時機 它是一個時機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出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數位機上河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河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人有命格 股有骨格 跟隨吳老師一條龍 投資獲利心法 讓您看懂股票的命格 了解振大錢的選機 大聲對家人說出 股票獲利的喜悅 您一定要來親身體驗 吳老師的一條龍 投資獲利 數波 零二6630-3237 6630-3237 人有命格 股有骨格 跟隨吳老師一條龍 投資獲利心法 讓您看懂股票的命格 了解振大錢的選機 大聲對家人說出 股票獲利的喜悅 您一定要來親身體驗 吳老師的一條龍 投資獲利 數波 零二6630-3237 6630-3237 回國二十一天內 若出現不適 請先拨打1922防疫專線 1922提供24小時 國內免付費的傳染病 電話諮詢服務 預防疫波拉等傳染病 非必要請勿前往疫區 若必須前往 不接觸禽鳥 野生動物 或接觸病人 不身影生食 注意個人衛生 落實勤洗手 咳嗽戴口罩 疾病管治水 正在中國 領導臨